大家都知道 在近些年里 我们国家的发展很快 每个城市都跟随着国家的脚步迅速地崛起 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特别出色的表现 投资潜力很大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知道我们国家投资潜力最大的线吗 四川三个线都上榜了 在这里面有你的家乡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就是威远线 它位于四川内江 拥有着很发达的交通条件 很多火车高速线路都从境内穿过 人们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很方便 每年都会有很多外来商家在这个地方驻扎投资 威远线在近些年里的发展很出色 在前年的时候 当地的经济总值就达到了300多亿 投资潜力很大 我们国家对当地特别重视 第二个就是设红线 相信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感到特别的费解 它在我国的名气很低 但在地理位置方面占到了很大的优势 与省会成都的距离很近 受到的影响很多 发展很迅速 在四川境内的地位很高 在前年的时候 当地的经济总值就达到了320亿 很多特别著名的企业都是在这个地方驻扎 第三个就是新京县 虽然它的发展时间很短 人口很稀少 但是地理位置很优越 是四川西部地区很重要的交通要导 当地的风景很漂亮 空气很清新 每年都有很多人不远万里的来到这个地方游玩 很多企业都在新京县驻扎 在前年的时候当地的生产总值就突破了300亿